如果说兵长是怕倒最强的男人 那韩吉绝对是巨人女 最奇葩最大胆的女人 其他人面对巨人时都恐惧不已 却只有韩吉一脸兴奋 凡是被她当作实验的巨人 最后全都是生不如死 她还能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将铁棍捅进对方的眼睛和心脏 哪怕是被巨人攻击也能开怀大笑 简直是十足的女汉子 自从艾伦的审判结束 她正式加入调查兵团 并跟着众人前往郊外的基地 一路的闲聊 也让艾伦对大家逐渐了解 佩托拉杀死过十只巨人 助攻数高达48只 欧鲁杀死过39只助攻数9 秦桃杀死过14只助攻数32 格达杀死过14只助攻数40 他们是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 各顶各的精英 艾伦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一旦暴走 绝对会被他们斩杀 在到达基地后 有洁癖的利维尔第一时间 就是让众人打扫卫生 而艾伦在没有控制住身体前 只能睡在地下室中 这也是宪兵团提出的要求 他们也没有办法 见到艾伦有些失落 佩托拉立马上前安慰 让他别怪利维尔 利维尔其实是个 刀子嘴豆腐心的家伙 平时放荡不羁 也是来源于强大的实力 所以有时候说话比较刺耳 而且在加入调查兵团前 利维尔还是王都地下街有名的混混 最后还是艾尔文团长出手 才将他带回了兵团 所以他希望艾伦与利维尔之间 不要产生间隙 与此同时 尼克与艾尔文正在商量 三十天后墙外远征的事 尼克认为新兵不该加入这次行动 可艾尔文却觉得越早越好 毕竟巨人可不会给他们成长的时间 至于艾伦则必须尽快向中央广 他能为人类所用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宪兵团横插一脚 夜晚休息时 众人再次询问起艾伦变成巨人的事 可艾伦知道的 只有伤害自己才能变身这一点 其余的一无所知 就连变身条件这一信息 也仿佛是掌战脑中的一般突然就有了 就在这时韩吉到来 他们抓到两只巨人 明天会进行实验 所以需要艾伦帮忙 艾伦见到利维尔同意后 便答应了韩吉的囚组 不过他还是好奇到底是什么实验 听到这话欧鲁立马慌了 让艾伦千万别问 只可惜完了一步 只见韩吉一脸兴奋的望着艾伦 随后给他讲起巨人实验的事 其余人连忙起身离开 害怕韩吉一讲就停不下来 韩吉告诉艾伦 之前他们对巨人进行过思想沟通实验 可他发现抓来的两只巨人 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 交流这一项也以失败告终 后来为了方便区分 韩吉还把十人族首领的名字 赐给了两只巨人 毕竟他们都犯下过伤害人类的事 七米高的叫做兵 四米高的叫做索尼 后来他又对巨人进行了遮光实验 想看看他们的动力来源是不是阳光 毕竟巨人在夜间活动的恒迹叫少 索尼在被遮住阳光一小时后 活动开始变得迟钝 然而兵在失去阳光后的三个小时 依旧具有活力 最终他们得出质论 巨人可以不吃不喝 有发生器官却不能呼吸 生命活动的唯一必须品就是阳光 除此之外 他们还进行过砍头实验 结果不小心砍掉了后颈部的肉 导致奇卡提罗与阿尔伯特两只巨人丧命 韩吉知道自己的行为十分残忍 心中对两只巨人也有所愧疚 但站在人类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错 想明白后他便对巨人进行痛绝实验 他一边哭一边将铁棍 插入巨人的眼睛与心脏 虽然十分残忍 但必须了解清楚巨人除了后颈部外 还有没有其他弱点 这些艾伦都能理解 可他不明白为什么韩吉在巨人面前 能够做到这么开心 要知道巨人可是人类的天敌 韩吉告诉艾伦 巨人确实杀死过他不少同伴 当初加入调查兵团 也是靠着心中的仇恨来与巨人战斗 可有一次战斗时 他无意间踢飞了一只巨人的头雾 察觉到巨人身体的重量 比想象中要轻许多 就连手臂也是如此 而当初艾伦变身时 巨人也是凭空产生的 所以他觉得巨人 与他们了解到的物理 是完全不同的 想要充分了解巨人 就必须跳脱固有的思维 用新的角度去观察巨人 只可惜依旧没有收获 但他是不会放弃的 这方法让艾伦内心十分正好 调查兵团的人虽然是一群怪物 但同样是追求变革的人类团 所以他愿意做出贡献 而他与韩吉的交谈 也持续到了天亮 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冲进来 他告诉二人 兵与索尼在昨晚被杀掉 望着两具骨架 韩吉悲痛万分 至于凶手在天亮前 已经利用立体机动装置逃走 而其余人也意识到 他们中很有可能出现了惊喜 话音刚落艾尔伦就突然出现 他抓住艾伦的肩膀 询问他是否知道敌人是谁 艾伦被吓蒙了根本不敢说话